9月初,香港的国泰航空 在莫斯科庆祝直航两地的新航班开通 特首曾荫权和一批香港商界代表出席 这一次香港代表团到访 不单令莫斯科和香港的商界有机会交流 也标志着俄罗斯和香港的经贸合作 将会打开新的契机 我相信香港和中国有很大的可能性 在互联与香港和中国 包括了一座级题 从贸易、贡献、租赛、文化、文化、文化 欢迎来到大家的欢迎 香港和俄罗斯地理相距甚远 不过经济上的关系就越来越近 除了增加了直飞航班 今年两地也开始实施旅客免签证 其实香港和俄罗斯在九十年代中 开始有贸易关系 主要是消费品转口 每年大概十亿美元 比俄罗斯和葡萄牙或南非等国家重要多 香港的贸易发展局 在莫斯科设有办事处 负责人说 可能欧洲一直不是香港商界的焦点 不少香港人一直忽视俄罗斯的潜力 如果我们认为俄罗斯是 among the BRIC countries 我认为一种很重要的印象 它是每个月的GDP 是一倍增加的 比特币比特币比特币 所以现在它预复10,000美国亿 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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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nit指出 香港除了可以和俄罗斯发展消费品贸易之外 在当前俄国发展科技产业 会为香港创造不少机遇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practical and think pragmatic That's a fact which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Russian style of mentality because there is a big school of fundamental sciences fundamental studies here in Russia but what we lack we lack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with the commercial angle on that so that's what Hong Kong can share with Russia 不过在中俄加强合作的形势之下 香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2010年1月 俄罗斯联合女业 成为首间在香港上市的俄罗斯企业 集资22亿4千万美元 香港成为俄罗斯企业 和在亚洲的窗口 不只是我们的近距 非常近 去中国 去韩国 去日本 但也就是 我们的机会 去理解更好 去反应更快 在我们的客户的运动 需要 作为我们的客户的运动 我们的客户的运动 我们的未来的客户 亚洲市场目前佔俄女两成半的销售 但集团认为 亚洲发展前景乐观 有必要和区内经济加强联系 不单只可以为区内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亦令俄国本土发展受惠 Russia是一个国家 已经非常重要 是 comen财 被提择 的关系 发展至过 疫情的剧细 人民看着官国 但是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去證明或檢查 什麼事情發生 我覺得這個地區 或是歐洲的分別 和西班牙和俄羅斯的發展 會改變了俄羅斯的形象 成為歐洲國家 成為歐洲國家 俄女上市 揭開了俄羅斯企業 利用香港金融市場籌集資金的序幕 不少俄國企業 亦準備來香港上市 我們選擇香港作為吸引投資的窗口 因為它是發展成熟的金融中心 資金流動性相當高 與倫敦或紐約比較 香港的市場有大中華資金作支持 香港的法制清晰明確 穩定的法制對於外國的商業夥伴 是相當吸引的 當中包括俄羅斯的商界 俄羅斯的政經界都認為 亞洲資金是俄國推動社會經濟改革的重要元素 外國直接投資對於現代化進程是相當之重要的 因為不單止涉及資金 還涉及投入亞洲的技術和科技 這些都有助俄羅斯的經濟現代化 俄羅斯的經濟現代化 不但推動了國內的社會變革 造就了對外合作的機遇 同時也改變了每一個在這個國家的人的際遇 遙遙在2003年畢業之後 看見俄羅斯的經濟急速發展 覺得留在這裡可能比回國前景更好 於是就留下 還加入一間中國企業 現在她是公司的項目經理 像莫斯科這樣的城市 競爭壓力確實是很大的 因為不光是莫斯科 室內自己人競爭 還有很多別的區域的城市過來 也會有很多畢業生要找工作 競爭壓力是比較大 但是總體來講的話 就業趨勢肯定是會比 像中國或者說像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在莫斯科經過十年之後 她不單止已經融入這裡的生活 更越來越欣賞這個國家的人和文化 第一個感受 第一個感受是冷冰冰 後面的話叫冰冰有理 俄羅斯首先是一個 非常懂得反思的民族 它有過非常豐富的文化的底蘊 俄羅斯確實是一個非常堅韧的民族 堅毅我可以這麼說 這個是自然環境培養出來的 因為自然環境比較惡劣 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當時有過這樣的一個討論 就是說俄羅斯付出想獲得一份的成功 它要比別人付出兩倍的代價 今天她見到中俄兩國加強合作的形勢 她認為憑自己對兩國的認識 可以在當中有更大的發展 俄羅斯是一個資源和能源的大國 它無論在任何時候 都能佔據比較有利的位置 我們不說大的說 促進中俄兩國的貿易 像這些的話 就是單單的就是為了自己以後的一個發展 在聖彼得堡做中餐館生意的刑真利 和她們朋友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涉及貿易、旅遊 以至中醫、保健等不同的領域 隨著中俄交往增加 俄國人希望多了解中國 她還做了文化推廣 開國術班和字畫班 由當初誤打誤撞 在俄國創業 十幾年之後 刑真利已經確認 她的未來和事業都已經在扎根 俄羅斯的機會在於 它還有很多沒有被發現被開發的地兒 比如像中國 可能任何一個行業 只要你覺得能做 可能旁邊已經有無數人做得很好 填得滿滿的 她有人才 她有相對穩定的制度 同時她還有一定很強的國力 基礎國力 她還有相對強的經濟實力 同時還有她非常富饒的物質資源 自然資源 所以本來說 應該來說看來 未來十年二十年 它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 樂觀的增長 對於已經在俄羅斯 打穩陣腳的中國企業來說 他們不僅看見繼續成長的市場 更加看見兩國合作為中國產業 帶來革新的機遇 對於中國政府來講 同時大家對這個企業來講 也都是關注的 就是要升級 中國的企業製造 中國的製造要升級 像高科技領域 像面臨未來的新經濟 像互聯網經濟 還有現在像高科技產品 這方面高複雜值產品 就是要請本地的高端人才 加入我們的團隊 將來以後的話 我們將來俄羅斯化 就完全變成一種 純粹的俄羅斯的一個企業了 俄羅斯一個歷史悠久 又非常年輕的國家 經歷二十年的蜕變之後 今日到達另一個發展的重要旅程 歷史悠久 在最近歷史悠久 歷史悠久 歷史悠久 你需要 反應的平台 歷史悠久 歷史悠久 10年以上 所以主要收ibile 歷史悠久 巴基斯悠久 從那些發展 然後再出了 一條路 得很沒力 中國已經歷 tuck了 歷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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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是一段時間發展新的新的新建築 新的新建築新的新建築 如果您進入這段時間 首先您必須要付出一個優惠 同樣會發生三五年以後 第二,您會保持更好的關係 更好的關係 新建立新的新建築 將會成為世界領域 它需要很激烈的工作和合作 both within the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partnership of Russia with other countries so it's not easy and it's a huge challenge for us but it is possible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 初音ミク